嗨,大家好,我是钟立来 服务于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也是国立台湾大学,国立成功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的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2018年花莲地震系列简报 今天的主题呢,是车站记录及设计反应谱 那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呢,因为我们的中央气象局啊 布了很多车站,那我们就可以量测到啊 这个车站的,就是车站所在地的地表加速度 那这个地表加速度呢,有三个分量 那三个分量的话,是两个水平分量,一个垂直分量 那两个水平分量的话,分成这个南北的方向 还有东西的方向这样子 那设计反应谱的话,因为我们按照过去的一些地震记录 那经过平滑化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定定一个设计反应谱 那这个啊,是用来啊,作为这个结构设计用的 那我们这个主题的话,因为花莲地震发生之后 那车站呢,也测入了一些这个地表加速度 那我们想说啊,这个用这个车站的那个地表加速度 然后得到它的车站记录的反应谱 那跟我们的设计反应谱比较一样 那究竟是啊,这个车站记录是比较大呢 还是车站记录的是比较小 那这边的话是中央气象局啊 在这个2018年花莲地震这个发生之后啊 所发布的那个地震报告这样子 那这边有日期,那就是107年2月6号 然后有时间,就是23时50分 那就是说在深夜的时候了 然后呢,它的深度呢,是6.3公里 然后呢,规模呢,是这个6.2 然后这个信号呢,就是镇央所在地这样 然后这边有些数字 然后这些数字呢,代表说这个震度这样 那震度有7级,也有5级,也有4级 然后到这个台中的话,大概是2级这样子 那这次花莲地震的话 总共有这个4栋大楼啊,倒塌 然后呢,也造成啊 总共造成有17人死亡这样子 然后这4栋大楼呢 包括这个白金双新 无拘无束 云门翠蹄 还有统帅饭店这样 然后另外一栋啊,是远东百货 因为它已经补强了 它虽然有这个损害 但是它没有帮它这样 所以从这边的话,我们也看了出来啊 这个补强啊,的一些效用这样子 那在这边呢,补充一下的话 这个红色的线的话 是这个米伦断层啊 这个,它的这个所在地这样子 然后呢,这个两边的话 都是它的那个地质的那个敏感区域这样 那这边会看到说 这个所崩塌的那个大楼啊 都是靠近了这个米伦断层的 然后这个云门翠蹄 它总共有12层楼 那在地震之下的话 它总共有两层楼啊 这个一二楼啊 这个崩塌的 然后这个统帅饭店 总共是11层楼 那地震之后呢 它也是有两层楼 就是最低的 就是一二楼啊 这个崩塌这样子 然后白晶双星呢 它总共是有六层楼 那地震之后呢 它是一楼啊 这个崩塌这样子 那无惧无数呢 是九层楼 那地震之后呢 也发生啊 也发现说 它是一楼这个崩塌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远东百货 它是12层楼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它的那个正面啊 那我们看这根柱子的话 事实上原来是没有这根柱子的 它是经过补墙 它是用啊 这个H形钢柱啊 来做这个补墙这样 那补墙之后呢 它就用一个装饰啊 把它变成个圆形这样 那事实上呢 里面呢 是钢柱这样 那我们看它的背后呢 它也有用这个钢鞋撑啊 来做这个补墙这样 那这个远东百货呢 因为它是啊 经过这个补墙 所以地震之后呢 它有损坏 但是啊 还不至于崩塌 那所以不会啊 造成了人员了 伤亡这样 好 那我们总共呢 是有这个有这个四个啊 这个崩塌的大楼 还有一个呢 是受损的大楼这样 那我们这个 把每一个栽存点啊 花一个圆圈 它的半径呢 是两公里这样 然后总共呢 就涵盖了 这个十一个车站这样 那这个车站的话 是这个中央气象局啊 所这个布设这样子 那我们以这边呢 以这个云门催堤为例的话 这个007这个车站的话 这个距离云门催堤啊 就是1.936公里这样子 然后它的方位呢 是95.6度这样 我们呢 零度就是北方 90度呢 就是东方 这个180度呢 就是南方 这个270度呢 就是西方这样 所以这个 以这个007这个车站的话 它就在云门催堤啊 的那个东方这样子 那我们看到啊 这个距离云门催堤呢 最靠近的车站啊 就是HWA008这个车站这样 那个大概是400多公里这样 那距离统帅饭店的话 就是HWA019这个车站这样子 那大概是300多公里这样 那距离白金双新这栋大楼的话 最靠近的那个车站的话 就是HWA008这个车站 那距离呢 大概是900多公里这样 那无居无数呢 也是HWA008 那900多公里这样 那远东百货呢 就是HWA010 然后是个400多公里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用这五个摘损点 然后呢各自画一个圆圈 半径呢就是两公里 那涵盖的话 总共有这11个车站这样 好那我们的摘损点在这里啊 那无居无数 白金双新 云门翠堤 还有统帅饭店 然后远东百货 它是这个损坏 但是没有帮他这样 那我们周遭啊 总共啊 就有这个11个车站这样子 那我们把每个摘损点啊 花个圆圈 半径呢 就是两公里 那我们就涵盖了 这个中央气象局所布设的 11个车站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说 什么是涉进反应谱呢 那就说我们按照过去 历史上发生一个地震 那我们把这个地震记录啊 就是它的地表加速度 制作成这个反应谱 那经过平滑化之后呢 它就能够得到一个设计的 那个谱加速度 就是设计反应谱这样子 那设计反应谱呢 就有两个参数 那就是SDS跟这个SD1 那SDS的话 就是公子的短周期设计谱加速度 然后SD1的话 就是公子 这个是中央的 中长周期啊 这边写错了 是中长周期啊 的那个设计谱加速度这样子 那我们有了这两个参数啊 就能够啊 完整的描述啊 这个设计反应谱 那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是对应啊 475年回归期的 那个设计地震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把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就分成啊 这个四段啊 四段这样 然后呢 第一点的话 就T等于0 那就是啊 相当于啊 这个一个钢体了 这样子 然后每一段的分法的话 就靠这个T0D了 那这个T0D的话 就用SD1啊 除上啊 这个SDS 那这个T0D在这里啊 那它就是啊 短周期跟中长周期啊 的一个分界这样子 那就是说T等于0的时候呢 它就是钢体 当T啊 介于0跟0.2T0D的话 那我们说它是极短的那个周期这样子 那介于0.2T0D到这个T0D的话 就是这一段啊 这个平台段 那么它就是啊 叫做短周期这样子 然后第三段的话 它是按照这个T的反比啊 来做个D减这样 那就是SD1除上T这样 那我们说阶段啊 叫中长周期这样 当这个T大于0.2.5倍的那个T0D的话 那就是叫长周期这样 那如果是一般结构的话 那我们就是会有一个下限 然后它的下限的那个补加速度呢 就是0.4倍的SDS这样子 那说说低段的话 是介于0到0.2T0D 它是这个直线上升 就是说从这个0.4倍的SDS 上升到SDS这样 那第二段的话 就是要短周期 就从0.2T0D啊 到这个T0D 它是个平台 平台段这样 那就是说它是等 普加速度这样子 那第三段的话 它是以啊 这个结构的基本振动周期的反比 做个递减的 那说是SD1除上T这样子 那阶段的话 叫中长周期这样子 那如果是一般结构的话 那我们把这个普加速度啊 做个下限 就是0.4的SDS 那我们阶段呢 叫做长周期这样 那如果是隔阵结构的话 它就没有这个下限这样 那说说当T大于2.5倍的T0D的话 它还是一直递减的 那就是说以结构的基本振动周期的反比 做这个地减这样 那什么是地震记录的普加速度呢 当我们量测到啊 当地震发生了 那我们车站量到这个地表加速度 那我们从这个地表加速度呢 就可以制造啊 它的那个普加速度这样子 那横轴呢 就是结构的基本振动周期 这个中轴呢 就是它的最大的 这个绝对加速度的反应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线画出来这样 那这边的话 总共有四个车站 然后呢 它都有这个基本上的话 就是从上升 大概是个平台 然后这个跟着周期这个下降这样子 好 那因为呢 我们有两个那个水平方向 那就有南北向跟这个东西向这样 那我们这个地震记录的普加速度呢 那我们就取南北向跟东西向的大值 然后作为啊 这个水平方向的普加速度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个地震记录的普加速度 跟这个设计的普加速度 做个 做个比值 那我们就得到Q了这样子 然后这个Q大于1的话 那就说我们这个地震记录呢 是大于 地震记录的普加速度 是大于设计值 那如果Q小于1的话 那就说我们这个地震记录啊 是低于啊 这个这个设计值的这样子 那当这个Q大于1的话 那就说我们这个设计 地震记录的普加速度 大于这个设计值 那如果说我们的结构啊 是按照这个 这个475年 这个回归期的设计反应谱 来做设计的话 那就说 这个结构有可能是 处于一个危险的那个状态这样 那如果Q小于1的话 那就说我们地震记录的普加速度呢 是低于这个设计值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结构呢 是按照现行的啊 现行的 475年回归期的普加速度 做设计的话 那么它应该来讲是安全的 这样子 所以我们从Q大于1跟Q小于1啊 那我们就知道说 如果我们这个结构呢 是按照现行的 475年设计普加速度 来做设计的话 那究竟它是处于安全 还是不安全的那个状态 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从这个HWA007来看这样子 那Q0啊 那就是T等于0 那就是说这个结构是钢体的 那就是说 我们就比较一下 我们地震记录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跟我们设计反应谱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的那个比值 然后发现呢 它是小1的 那就是说我们的地震记录啊 的那个最大地表加速度呢 是低于啊设计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短周期啊 那就是说这个T呢 是介于0跟0.2 T0 T之间这样子 那我们发现说 这个比值呢 Qminimum 就最小的比值 跟最大的比值 都是小1的 那就是说 这个区段的话 这个地震记录的反应谱 是低于这个设计值这样子 那那个平均值呢 因为最小值也低于这个1 那个平 最大值也低于1 所以它的平均值呢 也是低于1这样子 好 那我们看这个短周期 那短周期呢 就介于0.2T0D 到这个T0D之间这样子 然后它的最小值 小1 最大值也小1 自然而然 它的平均值也小1 那就是说 在这个区间 地震记录的反应谱 是低于这个设计值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中长周期 中长周期 那说说 介于这个T0D 到这个2.5倍的T0D 这个最小的比值 最大的比值 跟这个平均值 都是小1 那说说 在这个区间 在这个周期的区间的话 这个地震记录的反应谱 是低于这个设计值的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长周期 长周期 那说介于2.5倍的T0D 到这个5秒这样子 那如果说是一般结构 因为我们有个下限值 那就是说 它的最小值 是小1的 然后最大值呢 是大1 那就是说 在这个区间呢 有些周期 对那个比值呢 是大1的 那有些周期 的那个比值呢 是小1这样子 那平均值呢 是小1这样子 好 那如果是隔阵周期 那这个虚线 红色的那个虚线呢 是代表啊 在隔阵周期的 那隔阵周期呢 它最小值是小1 但是它的最大值呢 是大于 平均值也是大于 那就是说 有蛮多周期啊 它的那个地震记录的反应谱呢 是高于这个设计值 这样 那我在这边 再说明一下 蓝色的 这条线的话 就是我们的设计反应谱 它是给一般的 那个结构 这样 那红色这个虚线的话 那就说 我们是给隔阵结构 它的那个设计反应谱 它两者的那个差异的话 就是说 在这个长周期啊 那 这个如果是一般结构呢 它有个下限值 然后呢 隔阵结构呢 它不会有下限值 它还是啊 按照周期的啊 结构基本阵容周期的反底啊 做这个地检这样 那说说 我们从这个HWA007来看的话 钢体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设计反应谱 来做设计的话 结构应该是安全的 然后极短周期 它也应该是安全的 短周期也应该是安全的 中长周期也应该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对于长周期的结构呢 它有可能 它是安全的 就说有些彼此它是小一的 那有些彼此呢 是大一 那就看说啊 这个结构的周期啊 是落在哪个范围 这样 那对于隔阵结构也是一样 那有些呢 它是小一的 那不过呢 比较多呢 它是会大一的 那如果大一的话 那就说 这个遇到这个地震 重难 我们是按照这个设计反应谱来做设计的话 这个结构很可能也会处于一个危险的那个状态 这样 好 那跟着我们移动到这个HWA008 对于钢体而言 就是最大地表加速度 地震记录呢 是低于设计值的 所以这个比值呢 是小一的 那对于极短周期来讲的话 这个比值的最大值跟最小值都是小一 那就说在这个区间呢 如果说我们这个极短周期的结构 我们按照这个设计反应谱来做设计 遇到这次地震的话 它应该是安全的 那对于短周期也是一样 最小的比值跟最大的比值呢 都是小一 那当然它的平均也会小一 那说说在阶段 这个周期的区间里面的话 如果我们按照最新的规范来做设计 最新的规范来做设计 它遇到这次地震的话 因为地震记录的反应谱 是低于这个设计值的 基本上这个结构应该是安全的 好 那跟着我们看这个中长周期啊 就是阶段啊 中长周期这样 然后最小的比值小一 但是最大的比值呢 大于一 那就说有一些周期 它是大于一的 那有些周期的比值呢 是小于一的这样 那就说 结构究竟是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 还是不安全的状态 中长说我们是按照最新的规范来做设计 那就看说你的结构的周期 落在哪里了 那如果说落在某些周期呢 它很可能这个比值就会大于一 那就说设计这个地震记录的 的那个反应谱的值啊 是高于这个设计值的 那就说这个结构呢 纵然说我们按照最新的规范来做设计 这个结构也有可能处于一个危险的那个状态 这样 好 那跟着我们再看这个长周期 这样 那如果说对于一般的结构来讲 它有个下限 那说说它的比值的最小值是小一的 比值的最大值是大一的 那就说有些这个结构的基本正中周期呢 它的那个地震记录的反应谱 是高于设计值 有些是低于设计值的 这样 那就说它究竟是安全还是危险 那就看说这个结构的基本正中周期 落在哪一点这样子 好对于隔阵结构来讲的话 它的那个最小值 也刚刚有一点点小一这样子 那最大值呢 都到达二点多这样 那就说大部分的地方呢 大部分的范围呢 它是大一这样子 那就说如果对一个隔阵结构来讲 纵然我们是按照啊 这个最新的这个这个设计规范来做设计 它有可能遇到这次地震呢 因为它的那个地震记录的反应谱 是高于这个设计器 它有可能处于一个危险的那个状态 这样 好 那跟着我们移动到HWA009这样 好 那钢体 那就说地表加速度 地震记录的地表加速 最大地表加速 是低于设计反应谱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好 再看这个极短周期 那说介于啊 这个0秒到这个0.2T0D之间啊 那这个比值的最小值 低于1 比值的最大值也是低于1 那平均值自然也会低于1这样 那说说如果我们的结构是落在这个周期的范围 那说说也而且我们按照是最新规范来这个最新规范的那个设计反应谱来做设计的话 那遇到这次地震那基本上来讲它应该是安全的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短周期 那就介于0.2T0D到这个T0D之间 这个比值的最小值 小一 最大值也是小一 平均值也是小一 那说说如果我们的结构的那个基本当中周期落在这个范围 而且我们是按照最新这个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设计 普加速度来做设计 那说遇到这次的地震的话 这次这个车站的那个地表加速度呢 它基本上是安全的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中长周期啊 最小比值小一 最长的最大的比值也小一 那说说如果我们遇到HWA009这个这个车站的那个地表加速度 而且我们的结构是按照最新的耐震设计规范来做设计的话 那基本上它是安全的 好那跟着我们来看长周期 那如果说对一般的结构的话 它的最小的比值小一 最大的比值大一 那说说有一些周期呢 它是高过这个设计值的 那就是说地震记录的普加速度呢 是高过于这个设计的普加速度 那很可能会处在一个危险的那个状态 纵然说我们是按照最新的耐震设计规范来做设计 好那我们看这个隔阵的隔阵的隔阵的结构 然后呢最小值 0.89 那最大值1.86 平均值是大于量 那就是说如果是个隔阵的结构 按照最新的规范来做设计 遇到HWA009 这个地表加速度的话 那就是说它大部分的地方呢 会高于这个地震记录的 的那个普加速度 会高于这个设计普加速度 那有可能啊 它会处于一个危险的那个状态 这样 好那我们看这个HWA010这样啊 当这个T等于0 那就是钢体呢 那就是说这个地震记录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低于这个设计规范的地表加速度 设计反应谱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那就是说如果它是钢体的话 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设计反应谱来做设计呢 基本上它应该是安全的 好那极短周期 最小的笔值小于 最大的笔值也小于 那平均值也会小于 那么如果我们的结构处于这个范围 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度 周期处于这个范围 而且我们按照这个最新的耐震设计规范来做设计 那么基本上它是应该是安全的 短周期 最小的笔值小于 最大的笔值也小于 平均的笔值也小于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结构啊 是按照最新的设计规范 做设计 然后遇到HWA010的地表加速度 那基本上它应该是安全的 好那跟着是看中长周期啊 最小的笔值小于 最大的笔值大于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结构 按照最新的耐震设计规范的设计的话 那就是说 有些结构是安全的 有些结构很可能是不安全 就看说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 究竟是坐落在哪一点 哪个范围这样 好对于长周期的话 这个如果是一般结构 有个下限值 最小的笔值小于 最大的笔值大于 平均的笔值也大于 那就说 如果这个结构啊 在落在这个范围的话 那有可能安全 有可能不安全 那就看说这个结构的 基本震动周期如何这样 好那我们看这个格阵结构 那最小的笔值也大于 最大的笔值也大而已 那就说 如果我们的这个格阵结构啊 是纵然说 我们按照最新的耐震设计规范来做设计 遇到HWA010这个地表加速度呢 它很可能会处于一个不安全的那个状态 好那我们再看HWA010 011啊 那就是说当T等于0 结构是个钢体 然后地震它的笔值呢 是小一 那就是说地震记录的地表加速 是低于这个设计普加 这个设计反应普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那结构呢 应该是安全 如果我们按照最新的设计规范来做设计的话 好那看这个极短周期 这个最小笔值小一 最大笔值也小一 那就是说如果结构是落在这个范围 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落在这个范围 而且我们是按照最新的耐震设计规范来做设计的话 结构应该是安全的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短周期 短周期这样啊 最小的笔值 最大的笔值都小一 那我就说如果我们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 落在这个范围 而且我们是按照最新的耐震设计规范来做设计的话 遇到接次的地表加速度 它理论上应该是安全的 好那我们看这个中长周期 那就是说这个最小的笔值小一 最大的笔值大一 那就是说有可能安全 有可能不安全 那就是看了这个结构的基本上周期啊 究竟是落在哪一点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长周期啊 如果是一般结构呢 有个下限值 它的最小的笔值小一 最大的笔值大一 平均值呢是小一 那就是说这个结构究竟安全与否的话 就看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啊 坐落在哪里 落在哪一点这样 那对于这个隔阵结构的话 它就没有下限值这样 那就是说有一部分会高于这个设计值 有一部分呢会低于这个设计值这样子 那就是说结构安全与否的话 那就是看说啊 这个隔阵的周期啊 究竟是落在哪一点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HWA 013这样啊 那对一个钢体 那就是说地震记录的 对这最大地表加速度 是低于这个设计反应谱的最大地表加速度这样 说呢这个比值呢就小一这样子 好短周期的话 这个最小值小一 但是最大值大一这样子 那就是说有一些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 它的那个地震记录的普加速度 是高于设计的普加速度这样子 好短周期 这个最小值最大值都是小一 那就是说结构 如果它的基本震动周期落在这个范围 按照最新的设计规范来做设计的话 475年回归期的设计地震来做设计的话 那结构基本上是安全的 那中长周期 那就是在这个范围了 那就是说最小值小一 但是最大值呢大一 那就是说有些这个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呢 它的地震记录的反应谱 是高于这个设计词的 那就是说有些安全 有一些并不安全 那就是说看它坐落在哪个范围这样子 好对于长周期的话 那这个一般结构 它有个下限值 那它的最小的比值小一 那最大的比值呢大一这样子 那就是说安全一否 那就是说看它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 坐落在哪个范围这样子 好对于革阵结构呢 它是没有个下限值这样子 那最小值小一 最大值大一这样子 那也是一样 然后呢就看说它这个安全与否呢 看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 隔阵的震动周期 究竟是坐落在哪个范围这样 那如果是坐落在这个范围 那这个比值呢就大一了 那说地震记录的普加速度 高于设计普加速度这样 那如果是在这个范围呢 它就会低于这样子 那如果是大一 那说结构有可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那如果小一呢 基本上结构应该是处于一个安全的那个状态 这样 好那我们看这个HWA014这样子 那钢体的话 就是比较最大地表加速度 然后呢车站的记录是低于设计值的 那结构呢是安全的 那极短周期呢 最小的比值 最大的比值都小一 那就是说结构的 基本当中周期坐落在这个范围 而且它是按照最新的耐震设计规范 之后设计的话 基本上它应该是安全的 短周期啊 就这个范围这样啊 那最小值跟这个最大值啊 最小的比值 最大的比值都小一 那就说结构坐落在这边的话 遇到这个车站的地表加速度呢 基本上它应该是安全的 好那再看中长周期啊 最小的比值小一 但是最大的比值大一 那说说在这个范围呢 那有可能安全 有可能不安全 那时候看说结构的基本震动构期 究竟是坐落在哪一点呢 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长周期啊 如果是一般的结构啊 它有个下限值 然后呢 它就最小的比值小一 最大的比值大一 那就说有一些结构 很可能安全 有些结构呢 很可能处于这个不安全 这样子 那时候看这个结构的 基本震动周期啊 坐落在哪个范围 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 隔阵结构 它没有个下限值 那这个最小的比值 最大的比值都大一 这样 那时候说对于隔阵结构 来讲 那就是说 它是这个介于2.5T0低到这个5秒之间的话 那不管啊 这个隔阵的周期 究竟是坐落在哪一点 它的比值都大一 那就是说结构有可能 这个隔阵结构有可能不安全了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HWA019 当T等于0 结构就是钢体了 然后呢 它的比值呢 是小一 那就是说地震纪录的值 是小于这个设计值的 结构应该是安全的 好那我们看这个极短周期 这个最小的比值小一 最大的比值大一 那就是说有可能安全 有可能不安全 那就是看说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 究竟是坐落在哪一点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短周期 这个范围 最小的比值 最大的比值都是小一 那就是说结构 只要按照这个最新的耐震设计规范度设计呢 它基本上应该是安全的 好再看中长的周期 最小值小一 最大值呢大一这样子 那就是说它有些基本震动周期 这个地震纪录的值 会高于这个设计值 它很不安全 有些值呢是低于这个设计值 那它应该是安全 那就是看了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 就令做坐落在哪一点这样 好那我们看这个长周期啊 那如果是一般结构呢 它有个下限 然后它的最小值呢小一 最大值大一 那就说有可能安全 有可能不安全 就看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 坐落在哪一点这样 那对于隔阵结构呢 最小值小一 但是非常接近一 那最大值呢是相当高 三点多倍这样啊 因为它没有个下限这样子 那就是说基本上大部分的隔阵结构 它是处于一个不安全的状态 只有少部分 那就是说看它的这个隔阵的周期 坐落在哪一点 它还可能还是在一个安全的那个状态 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HWA050啊 当T等于零啊 基本震动周期等于零的时候 那就是代表这个这个最大地表加速度的比值 是小一 那就是说我们的地震记录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是低于设计反应谱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结构应该是安全的 极短周期 最小比值最大比值度小一 那就是说结构的基本当中 周期落在这个范围呢 而且我们是按照最新的耐震设计规范 做设计的话 遇到这次这个测诞的地表加速度 结构基本上应该是安全的 短周期 最小的比值最大的比值都是小一 那就是说结构应该是安全的 中长周期最小的比值小一 但是最大的比值大一 那就是说有些这个基本震动周期 它是不安全的 有些是安全的 那安全与否呢 加速看说这个基本震动周期 坐落在哪个范围 好对于长周期啊 如果是一般结构呢 有个下限 最小值小一 最大值大一 那就是说这个结构安全与否 那就是看这个结构的基本动周 中期啊 就坐落在落在哪一点 这样 那对于隔阵结构 它是没有下限值的 最小的比值小一 最大的比值大一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有些安全 有些不安全 那就是看了这个隔阵的周期啊 坐落在哪一个范围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HWA062 那对于钢铁来讲 它的比值呢 是小一的 那就是说这个地震记录的 最大地表加速度 是小于设计反应谱的 最大地表加速度 结构安全的 那对于极短周期呢 最小的比值 最大的比值 都小一 那就是说 结构应该安全 那这个对于短周期呢 这个范围呢 最小的比值 最大的比值 都小一 那说结构 应该是安全的 因为我们的地震记录呢 是小于啊 这个设计地设计值的 所以呢 它理应安全这样 好 对于中长周期呢 这个范围呢 最小的比值 最大的比值 都小一 那就是说 结构应该是安全的 然后对于长周期 如果是一般结构呢 有个上限值 那最小的比值小一 最大的比值大一 那就是说 结构有可能安全 有可能不安全 就看说 结构的基本的周期 究竟是落在哪个范围 好 对于隔阵结构呢 它没有个下限值 然后最小的比值 0.9 最大的比值呢 这个1.98这样 那就是说 这个结构安全与否呢 就看这个隔阵周期啊 究竟是落在哪一个范围 这样 好 那这个面呢 应该是最后一个车站了 HWA063 那说说 当这个结构是个钢 那就是T等于0 那比值呢 是小于1的 那就是说 地震记录的最大地表下限度 是低于设计反应谱的 最大地表下限度 结构应该是安全的 极短周期 最小值 最小的比值 最大的比值 都小于1 那就是说 结构落在这个范围 结构的基本正中周期 落在这个范围 而且是按照最新的 耐震设计规判 做设计的话 结构 领应安全的 好 短周期 就这个范围了 那说最小的比值 最大的比值 都小1 那么 这个 结构如果是按照 最新的耐震设计规判 做设计呢 它领应安全的 好 看中长周期 就是这个范围了 最小的比值小1 最大的比值大1 那结构安全与否的话 那就看这个结构的基本正中周期 落在哪一点 好 那再看这个长周期 那如果是一般结构 它有个下限值 最小的比值小1 最大的比值大1 那一样 在这个范围呢 是大1的 那很可能 结构呢 有可能不安全 在这个范围呢 是小1的 那结构呢 应该是安全的 好 那我们再看隔阵结构 它没有一个下限值 那就是说 最小的比值小1 最大的比值是大1 那如果结构的基本正中周期 是落在这个范围呢 它有可能不安全 那如果是落在这个范围呢 这个比值会小1 那就是说 它是安全的 好 那这边归纳一下 当这个结构的基本正中周期 T等于0 那它的普加速度呢 相当于这个最大的比加速 最大的地表加速度 这个比值呢 就是地震记录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跟设计反应谱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那我们看11个侧站 所有侧站都是小1的 那就是说 我们的地震记录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都低于设计反应谱的地表加速度 那结构呢 应该是安全的 好 那我们看这个极短周期 那就是T啊 介于0秒到0.2T 0D之间这样子 那我们发现说 这个Q minimum 都是小1的 但是Q maximum呢 有两个车站这个大1的 那如果说Q minimum Q maximum都小1 那就是说 结构的基本正中周期 落在这个范围呢 那这个地震记录的普加速度 是低于这个设计反应谱的普加速度的 那么结构 比较安全的 那对于这两个侧站啊 那因为最小值小1 最大值大1 最小值小1 最大值小1 那就说 由部分的基本正中周期 它的地震记录的普加速度 是大于这个设计值 结构有可能不安全 那如果在其他范围呢 这个小1的话 那就说 它应该是安全 这样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短周期啊 短周期的结构 那说 介于0.2T0到T0之间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 所有的车站 Q minimum Q maximum都小1 那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结构的基本正中 周期是落在这个范围 而且我们是按照475年 现行的475年的设计反应谱 来做设计的话 那结构基本上应该是安全的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中长周期啊 那中长周期呢 一个车站 两个车站 三个车站啊 这三个车站呢 它的Q minimum跟Q maximum都小1 那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一个地震记录的话 那而且我们是按照这个 这个475年 现行的475年 回归期的设计地震来做设计呢 结构应该是安全的 那但是其他这个车站呢 Q minimum小1 Q maximum大1 那就是说 有部分的周期 它这个地震记录的普加速度 是高于这个设计值的 那就是说 它有部分的周期是不安全的 那有部分记录呢 应该是安全的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长周期啊 那长周期呢 Q minimum 的这个比词都小1 但是Q maximum都大1 那就是说 在这个范围里面 就是2.5T0到这个 这个5秒之间 那有一部分呢 这个地震记录的普加速度 是低于这个设计值的 但是有一部分的话 地震记录的普加速是高于这个设计值的 那就是说 结构 纵然是按照最新的耐震设计规范 475年回归期的设计反应谱来做设计 那就是说 有可能安全 有可能处于一个不安全的状态 那就看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落在哪里 而且面对的是哪一个车站的地表加速度 好 那如果是个隔阵周期 隔阵结构 那隔阵周期结构了 它就没有下线这样子 那我们看到 这个车站 它的下线值 最小的值 跟最大的值 还有这个车站 HWA014 那最小的值 最大的值 都是大1这样 那就是说 如果这个隔阵结构 我们纵然是按照 现行的规范 475年回归期的反应谱来做设计 那就是说 面对这两个车站的地表加速度呢 它很可能处于一个不安全的那个状态 这样 然后其他的话 这个Q minimum是小一 Q maximum是小一 那就是说 有可能安全 有可能不安全 那就看这个隔阵的周期 这个是坐落在哪一点 而且是面对哪一个车站的地表加速度 然后呢 这边的话 是这个参考文献啊 然后第一篇跟第二篇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啊 这个简报啊 它这个主要内容的出处这样子 然后呢 就发表发表在这个纪事报啊 分上下两 两次发表这样 好 那我们从这个2018花联地震啊 地震发生之后呢 就中央气象局啊 说布设的那个车站 就能够量到这个地表加速度 那我们从这个地表加速度量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制作它的反应谱 那制作它的反应谱呢 我们就可以跟设计反应谱啊 做个比较这样 那究竟说 谁比较大 谁比较少 比较小这样 说啊我们这个有这个普加速度 那这个普加速呢 是我们用来做设计的 然后这个普加速度呢 是我们这个地震量测道这样 那以我们2018年呢 在这个五个灾损点附近啊 这个方圆两公里之内 那说这个11个车站啊 来做这个比较这样 究竟啊 这个相较于这个设计反应谱 那我们车站记录的反应谱 就是是比较高比较低这样 那基本上呢 我们很难说 它一定是比较高 一定是比较低这样 那有可能呢 它在某个频率范围 某个周期范围 它是比较高 某个周期的范围 它是比较低这样 所以如果我们要很精准的说的话 我们一定要说 哪些这个基本上中周期之下 这个地震记录的反应谱 高于这个设计反应谱 哪些周期之下 它这个地震记录的反应谱 是低于这个设计反应谱 那如果地震记录的反应谱 低于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结构应该是安全的 那如果地震记录的反应谱 高于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结构有可能处于一个不安全的 那个状态这样 所以呢我们很难啊 很直接的说 它是全面高于还是全面低于这样 它有可能是不同的侧站 不同的地震加加度 有可能在不同的基本当中周期 它有可能高于这个设计词 有可能低于设计词这样 那我们很可能啊 要这个把它说的更精准一些这样 那我这次简报呢 都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